10萬佔妳的年薪幾分之幾 嗯 我們就不討論 謝謝 謝謝啦 一個月賺得到 一個月賺得到 賺得到 是賺得到 對啦 喔 低調低調低調 還是普通人 努力工作的 對 打工人 打工仔 打工仔 理由還蠻簡單的 就是我想體驗一下被叫盤子的感覺是怎麼樣 而且那個時候其實我知道博恩有破蛋子這個演出 但是我們在開賣的第一時間就去搶這個票 然後我是過了一段時間才去看這個售票還有沒有 結果發現6000塊的VIP區都已經賣完了 那剛好盤子區就剩一個位置 我想說喔 所以這位置好像是我的耶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想體驗一下10萬塊可以體驗到有錢人的生活吧 應該是這樣 對對對 全部都是自己工作賺來的 對 都是自己出的 沒錯 買了都沒有幸福嗎 呃 我是活動主持人 喔 對對對 會期待跟博恩有什麼樣的互動嗎 呃 可能拍拍照就挺開心了 對對對 我的需求沒什麼需求 挺低的 當然就是想體驗一下10萬塊可以幹嘛 對對對 接待的規格你覺得滿意嗎 還滿滿意的 就是從我裝法結束後 他們就請特別的司機來專送 然後從我到停車場之後 原本我還很慌張 想說欸我今天遲到了 會不會沒有人來接待 我不知道要找誰 但是他們全程都是溝通的協調的非常好 我甚至連車門都不用開 他們就知道幫我說欸 欸 請問你是小愛愛立兒嗎 欸 謝謝你到我們的現場 就是都有很專業的人員來做接待 所以整個目前體驗到現在都非常好 而且潘子熙的座位也非常棒 他是電動座椅 然後還有全程可以無線充電 對 目前覺得體驗都很新鮮 See 我要起雞皮疙瘩了 對 我就是個普通人 潘子就長這樣 就是我 嗨 也是個普通人 這是你第一次用這麼高的金額來開秀 對 從來沒有 我連看Bwaping都沒有用這麼貴的票 對 我看Bwaping也是買黃牛啦 但是沒有這麼貴 對 沒錯 那會心疼嗎 十萬這樣開的欸 但我就覺得就有點像是 解鎖人生的體驗 對 只是每個人的人生體驗都不一樣 那我就想花這個十萬塊來體驗我的一個人生成就 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他再辦一次也有這樣子 然後再十萬也還會再買嗎 還是會 而且這次可能會帶朋友 讓他們對下一次 我會帶朋友 我就不會自己來 我會帶朋友想要體驗這樣子的感覺 讓他們覺得說 喔 原來我也是值得被這樣子對待的 原來我自己足夠好 我也適合被這樣子這麼貼心的對待 不是說有錢人才可以這樣 就是每個人都適合被這樣溫柔對待 我覺得 對 但是在我 應該是說在我的能力範圍內 如果我做得到 我就願意為我的朋友做這些事情 對 那你的年薪應該也超過百萬 欸 那你的年薪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問你啊 不好意思 我們活動主持人都很會套路 你套路我套路你 我們就不討論薪水了 十萬佔你的年薪幾分之幾 嗯 我們就不討論薪水了 謝謝啦 一個月賺得來 一個月賺得到 賺得到 賺得到 是賺得到 對啦 低調低調低調 還是普通人 努力工作的 對 打工人 打工仔打工仔 �станов髒 一下子打工仔